你说,同城的时候,你怎么不跟恶居一块来找我 曹氏缓缓抬起头,没想到多年过去他依旧没忘了自己 就在刘邦埋怨他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去看他的时候 曹氏这才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我不想凑那份热闹 你不喜欢热闹,谁喜欢他 你不是最喜欢热闹 曹氏告诉他,他这里的热闹只是一时的 总会有打烊的时候 而刘邦的热闹是永久的 根本没有打烊的那天 刘邦听后愧疚不已迟迟不能释怀 二人就这样从白天聊到天黑 别喝了 又管我 刘邦虽然嘴上这么说 可心中却感觉异常温暖 为了能回忆起昔日点点滴滴 他学着自己年轻模样指着曹氏 让他要改改臭脾气不要成天管着他 曹氏听后开心地笑 改不了了,陛下 烦你酒 为什么罚我 刘邦告诉他,自己每日对他都十分思念 可又总是迟迟见不到他 所以这酒就该罚 以后想我 就回来看看我呗 看 回来看 好 好 好